天涯海角,我带你走,欢迎收看小规视角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加深 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出国旅游,学习和工作也不再是什么难事 因而作为一个崛起而包容性的中国 也有许多人选择来到中国 这其中就包括许多日本女性 这些女性大多在上海学习工作 甚至把上海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家 但奇怪的是,她们却不愿意嫁给中国男人 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许多日本女性解释 首先,社会环境及教育方式不同 日本女性深受国内环境的影响 喜欢过问鼎平淡的生活 而离开自己的国家远嫁中国 会有一种漂泊无依的感觉 并且她们所受的教育也是在家相夫教子 这就与现今中国女性外出工作的理念不同 其次,她们认为 日本的婚姻法对女人的保护 是中国目前所不及的 并且中国男性不注重形象 不懂得打扮 与日本男性相比少了一些认真严谨 最后,她们认为 中国男性不够文明礼貌 随地图谈任意插队 并且还讲粗话和大扫门 这点让她们无法接受 对此,大家认为 这点是决定的 对此,大家认为